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最大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正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中 为廖佛 10日中午 尽突然停电 2小时 展场一片黑暗 不少厂商受到影响 综合外媒报道 国际消费性电子展突然停电 不少厂商的新品展示秀婴儿停摆 包含三星 LG与Sony等大厂商的摊位都受到影响 位于展场的北厅 设有多家汽车业者的摊位 包含丰田 日产 福特等车厂 也因停电而禁止参展民众进入 两个小时后 供电才恢复 主办单位表示 拉斯维加斯近期连下好雨 经电力公司查看后 发现凝结水珠导致会场变压气异常 才会在大雨之后 突然跳电停电两小时 可能造成参展厂商生意损失 Google就因停电被迫关掉一个摊位 也由厂商随机应变 在黑暗的展场中 推销自家电池商品 晶片大厂 Intel则在推特发文 隆重介绍新产品 Blacko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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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